前面多搞點事情 讓自己的線更優 你甚至才更有機會去摸到地條 哇 打野在這個版本是屬實成為了完全的工具卡啊 我覺得上個版本 或者從12.12 就其實都滿工具 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啦 因為現在玩野盒的大部分都下去了 確實 因為真的大家的節奏都拉得很快 你玩一個野盒在那邊慢慢刷的話 你線上壓力太大 你真的刷到一個算是有裝備的情況下 可能你的物件已經掉得太多了 確實 但我不確定這版的龍對於這兩隊來說 所以在RB往上走 然後納米慢回線的情況下 對於熊戰隊來說一定最想要的是 欸 直接開 羊直接叫了 但是這裡自己沒有翻到 那個叫一個閃現 躲掉了羊頭 但現在好像消雨已經要出事了 這個有點慢 但血量其實都還算是不錯 掛著虛弱在了泰德身上進化解掉 但桶上來加的是究極電話擊飛 泰德往後閃現 但風雷訊怎麼跟閃 以及是柯兵在左邊補上輸出 最後胡桃拿著人頭 但是飛影吉奇進來 恐到三個人 冷酷暗現先把胡桃給射穿 回頭無尊自己扛塔 扛到快不行了 第二發的飛影吉奇再飛進去 又是一個恐懼 恐到兩個人 水砲 還跑到了Kirby 但回頭反而是登地自己返回了紫棋 由玄武飛也拿下這顆人頭 最後人頭的交換是來了一波二換二 這個感覺要再殺 有機會嗎 聽到快要先交 但是他已經在打紫棋了 紫棋交了一個閃現 Kirby交了一個閃現出去 還是死掉了 這個大絕丟得好 重置過了R 又丟在露露身上 所以 儘管泰德很早就倒了 但傷害紫棋都還是有不斷的補足出來 哇 那這樣 好虧啊 嗯 交閃 這裡泰德真的玩得蠻好的 被撲延之後是馬上交閃 交閃完之後再移走 拉得更遠 讓紫棋有機會過來 但這裡也真的是紫棋玩得夠好了 他後面的這個R 喔呦 哇呦 我說這個閃現是有點可惜啦 還是被打到 沒有這個R的話 基本上 應該塔下的兩個都要死 然後甚至陸陸不會倒 嗯 對 但這波就是紫棋玩得很好 那後面就是 對方六等了嘛 這個大絕打的時間呢 剛好是在對方招出手的時間 哇 那個鋪炎不小心鋪到啦 唉唷 玩得好欸 而且這波納米飛爛欸 他是有點那個 寶藏獵人的 哇 那這樣 帝王命令會早點出的情況下 下路 路線感覺要起飛了 蠻大的 哇 感覺 有了 不過昆 那個昆仔仔也是把自己的點燃用掉了 但是下路被急起打到孔到麥 因為胡桃被秒掉了 嗯 到這邊是 編織著之翔趕到的Kerby 他走得很近在那邊打兵 然後就直接被對方丟一個大樓就死了 感覺大顆也是可以把這塔給放掉了 我覺得是要放 因為14分鐘了 其實點兩下就沒了 風中殘阻了 你看他點 他為了點人 然後走到那個位置 啊 路路有被孔到 沒了 哎呀 沒辦法走得太近了 這個亞飛六去點那個路線就有點太過分 但是阿越在蹲胡桃 胡桃會給計劃嗎 有閃 有治癒 有大絕 貼到了 雷廷光波電出來 暈住 交了治癒之後 交了閃現回頭 反面胡桃雙招沒了 哎呀 好奇怪喔 都不會覺得超有人欸 嗯 這個要越造性先扛吧 哇 阿越是已經沒有大絕了 但閃現還在手 但是現在被砲台 跨過了一下 都救急電話擊飛 對 以及桶上來 哎唷 玩得好欸 還插一下華哥 閃現接藍咒 以及是露露的虛弱掛上 一槍 頂出去了 但他沒有大欸 欸 他止息的位置 哇 這裡沒有去看那個草嗎 沒有被掃到 但是阿B進場 無情風暴擊飛的是兩人 交了狂風中回頭 但是後面露露 一個盾還在撐 差一點點交了救電話在自己身上後面 雷廷光波暈住了華哥 Kurby也倒了 尤其是這條龍 甚至都能可以直接放掉 第一個是什麼惡美大 沒錯 然後你看這邊視野完全沒有做 他有眼欸 他就是督一下 你知道那邊有人的話 其實造星跟露露就可以做反應了 但這裡當對方的什麼 中野衝進來的時候 完全沒辦法玩 這次凱成這波團戰 其實都是慢到的 這次好像也不需要凱成這波團都會贏 對 就是因為戰型 如果他們前面掉三條龍的話 這把應該已經沒了 欸 但紫綺沒有恐懼 把 把恐懼拿去清兵了 草莊裡面蹲了兩個大汗 他不知道現在藍咒 已經一起當先捅上來 要的產線想要走 但這次自己沒有翻到 應該衝爪進去也沒有辦法擊飛 所以這次方有閃一定跑得掉 欸 但是阿岳 好像 不太想步紫綺的後塵 沒有這是耐心考驗啊 有沒有耐心 來了嗎 好像快沒有耐心 好年輕人 哎呀 他是Q了一下 邊應該是直接閃電衝刺回頭 我覺得他應該是 有意識 撞起膽子 喔 這個位置很危險喔 他很害怕 喔好害怕 欸 那個最坦的出來一下好不好 路線點點 一直點 最後是直接把大絕 都找到了華哥的身上 那華哥頭很鐵 所以就都慢了一步 還是還蠻害怕在彩視野的時候 被可能悟空 或是維克斯一次空到太多的人 那這個金刀壞到是什麼 但是回頭一個羊頭頂飛了泰德 上來 王蕾勳池跟預約守護 兩邊就是空招大會 這時候RB頂上去了 但是被對方心有無雙給刮開 喔 這裡要小心止氣 兩邊這空的招有點太多啦 我覺得亞維六大絕大空還可以啊 有點預判的味道 欸 欸 打到二 上來恐懼是 前排有頂住這一波的傷害 坤仔仔的坦度還是很夠的 欸 沒事 這剛剛講了嘛 他完全不怕維克斯 這很重要 剛剛基本上全空了啦 啊全空的話團戰很難講啊 那個團戰就兩邊好像誰都不會死 你就算贏10萬你招全空 你有贏跟沒贏一樣 贏10萬要上去A人 但現在桶上來 反而是華哥第一時間殘血了 叫了一個驚人躲掉了 是對方的雷霆風暴 欸 但是這個羊頭沒有頂出去 坤仔仔 吸霧了 RB閃現金可獨擊上去之後 無機風暴擊飛兩人 撞了一些可能要在中路交代了 已經後面差久 還有泰德補上傷害之後 最後是有RB 拿下了對方Usozuki 但我有個問題是 為什麼他們不五個走一起啊 欸 又滑上來 狂風 點點Q點點 W 最後兩個點點沒有點出來 但是說水砲擊飛 加上是赤色塗路 拳套打在困仔的身上 站在上去 點兩槍 拉下了兩顆人頭 派的中路 袖死了兩人 欸 這樣你 透過這個巴龍 然後拼人過去龍吧 那這個完全不能打 第一個是三個人打五個人 但只要右邊是正常人 都不會讓你中到 我會直接來開團啊 這邊 呃 為什麼不站正面啊 這個造型為了踩這個視野 你看 這個二人在側邊 所以是完全分開的 這裡RB就玩得非常非常好 他就直接看到左邊三個人沒有 三個軟皮的 沒有操作空間嘛 然後他就直接往左邊打 就贏了 原來是被暈住不是失誤啦 你看這個RB就 他後面就打得很輕鬆 因為他知道對方沒有前排的情況下 能夠突入後排的話 自己的路線也能跟進 所以左邊這波會輸 還是他們在彩視野站位上面的問題啊 他們的坦克跟後排是完全分開站的 然後後面這個就有點皮了 這個就是露西恩的魅力啊 嗯 哇 這水球水球的好啊 我覺得這個亞飛利歐這把玩得很差欸 就是 現在被現眼看到對方滑上來就死了 就是 打露娜最不能 就是 我記得他也會玩露西恩了啦 他應該要有這個畫面 對方是會這樣玩的 就 這場秦始皇不僅是胡桃 但其實很多成員都在 但是沒有思考到對方會做什麼 但怎麼飛機器打到胡桃 逼出了驚人 而正面的昆仔再次已經頂不住 對方熊戰隊所有人的傷害 倒坦倒打野 現在滑上來 又把柯比的驚人打了出來 再一次狂風上去 以及是凱能 閃現了進場 雷霆風暴暈住了亞飛利歐 就今天話也依舊沒有辦法拯救到自家的AD 最後熊戰隊擊殺四人 秦始皇 只剩下無收之機一人存活 剛剛那亞飛利歐有狂風嗎 他是沒閃啦 他有狂風嗎 有狂風的話 他開掉了 沒有他是後面才開的 我真的在吃到 維克斯大絕之前他有沒有狂風 他如果有狂風吃到 那就是不應該 因為他是為了不被秒殺 所以他按了那個懷錶 但他按了那個懷錶 也代表什麼整隊沒傷害 所以右邊就直接打進來了 所以就 好像 就有點簡單的團戰 打掛了